来自太原寄训所的同仁 总共120人 由所长林景清带领之下 进行环境教育认识 特别在5月17号上午 来到金峰乡的嘉兰村 进入到村庄前 部落主席特别为他们进行欺负一试 我们怕是说 不是每一个人都是 都是说 干干净净的 我们要告诉他们 你们来了 你们进来变成就是我们一家人一样 就是说我们会讲说 我们对人继续所的 我们的自己人 自己的兄弟姐妹来了 不需要去打猎 不需要去擦身工作 我们多要用酒 来地带给我们的神 传统的祈福仪式 可以让前来村庄的游客们 把身上不好的给清除 也是替他们祈福 会有趟快乐的旅程 长老祈福之后 随即来到现在最夯的天空步道 金峰乡乡长宋贤一特别亲自接待 也向他们介绍金峰乡特色之美 希望大家可以更了解金峰乡 我们的林首长 还有各位我们太远来的好朋友们 大家早 我是这里的乡长 来这边欢迎你们 那听到你们要来 我们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 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金峰乡嘉兰村的好山好水 那今天这个地方 金峰乡是我们的天空步道的入口处 这个天空步道唯一独特之处就是它是 可以骑脚踏车的那个天空步道 我们金峰 我们其实大家也可以骑脚踏车了 如果愿意的话 那我们这边的这个一年有三货 就是小米红米若神花 历经巴巴风灾之后 金峰乡的蜕变大家有目共睹 也为了环境而努力 走在天空步道上 你可以看看两旁的风景 更提醒着我们对于环境教育 与大自然保护的正确观念 这边大家觉得 就是一个世外桃源 那天空步道很有知名度 那我们经过同仁大家票选 我们有五个地方票选 那最选择最多的一个地方 就是金峰乡天空步道 从空中俯瞰 壮阔的自然河谷地形 来到这里真的是心旷神怡 下次也可以安排假期 来趟深度旅行 好好的认识金峰乡天空步道 带您走入金峰的神秘秘境 东南宣布放在林正如在金峰乡的采访报道